嗨 你好 我是小范 今天想要跟你聊聊 BRKB是否適合純股 BRK其實是股神巴菲特的一家公司 BRKA則是一股 它快要50萬美金 這是從一開始 它剛才是19塊美金 但是因為它堅持一直要投入 不發股息 才會成長到今天 變成歷史上最貴的股票 我相信這絕對是追求那些 配發股利的朋友 甚至他想要買高股息的股票 或者是ETF 然後來提領這個現金 當退休的日子 那就是一種完全的錯誤 BRKA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為了追求股息造成的損失報酬 真的就是非常的大 那也因為這股真的太貴 流動性不好 所以現在它就有發行 投票權比較低的BRKB 目前是300多塊 還算是大家可以負擔的股票 那試著想一下 那如果今天買它的公司的股票 欸 我就有股神的能力耶 而且投資績效就跟它一樣 那為什麼我不投資它的股票來存股呢 這個觀點說來有點道理 我這裡就會提出三個 一般人認為可以買 跟我個人認為四個不建議的理由 當然啦 你也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先說明一下 這個頻道是談論 投資理財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有關的話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被錯過的所有影片喔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先談談第一個該買的理由 第一個 它是股神啦 當然這個名號股神 就可以讓我們對它 非常非常尊敬 我們找不到這世界上 還有哪一個人有這麼好的表現 有多好呢 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指標 也就是從原因第二個 它的年化的歷史報酬 大約就是20% 雖然去年是有點不好看講實話 但是長時間看來 它這家公司的投資成績單 放起來真的不簡單 有快要20%之多 如果你今天用七二法則來看 這個我之前提過 你就不用四年 就可以翻上一倍 而且這個20% 是從1965年開始 算到目前為止的成果 如果我們今天跟S&P500指數來比的話 它是快要有兩倍的差別 到底原因是什麼 一般的說法就是第三個 價值投資信仰者的最佳利器 如果你認同價值投資 你認為去研究個股 去找到一個好公司 然後你去算出它應有的股價 等它變所謂你認為便宜的時候 去買入長期持有 你要是認為這樣做是正確投資的話 那我認為買它的股票 就是最快也最直接的 我們現在看看它公司持有的股票 第一名是蘋果 第二名是美國銀行 第三名是American Express 可以感覺到 它就是真的去重壓一些個股 它的選擇產業其實非常非常的多元 真的是價值投資界的代表人物 以前它的說法就是呢 它不懂的東西它就不碰 像是一些它不感興趣的科技股 因為它就說我不用像棒球學手一樣 會被好球三陣出局 只有它覺得我可以揮擊的時候 它再全力去打擊 所以我們會看到長期的報導 巴菲社手上的股票 比較有名的 都是像一些什麼可口可樂 糖果的公司 保險的公司 銀行 能源 等等 這個都是跟民生相關的公司 有點像是生活選股 那關於生活選股 我也拍過這部片 我認為水很深 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那一直到這兩三年 它買了蘋果公司的股票 它甚至開始參與公司的一些IPO 這個都是以前它不會做的事情 一個是它根本就不懂高科技 另外一個是它覺得IPO 就是一種公司想要再套利的過程 所以它從不參與 可是呢 它現在卻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般人的解讀是 它已經放權給接下來的接班人 它也曾在公開場合上 提到它的接班人選 所以人家才會解釋 是有開始進入科技股的動作 不然以巴菲特 它根本就不怎麼用智慧型手機 它最後不用那支 價值20美金的折疊手機 開始用IPhone 但是呢 它只是用IPhone來打電話而已 就知道它對科技股 是有多麼的不熟悉 當現在媒體問它說 欸 你不是都不買科技股嗎 之前的微軟都沒買 你還說那個不像口香 當然可以拿起來搖 但是你卻買了蘋果 它只說 哎呀 這是一家好公司 它做很好的生意 所以它投資 唉 所以有時候股神的話 也不能一直相信 不過呢 我想對於它來講 要對得起自己的錢 跟股東 我想這比講一句話 然後都不改變 重要的太多了 這也代表可能 接下來的投資思維 會有新的發展 也許這對於相信 價值投資人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參考 同時啊 以上這些資訊 卻也讓我認為 有四個不該買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股神的年紀 說真的 股神的年紀 真的不小了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 股神是1930年生 它的副手是1924年生 到現在拍這部影片 2022年來講的話 一個是92歲 一個是98歲 如果它真的交棒 你覺得它的股價 會不會跌呢 基本上BRK就是巴菲特的代名詞 就好像Steve Jobs 是蘋果的代名詞一樣 我覺得這麼強大的投資智慧 能不能繼續傳下去 對 他曾經在公開場合上說 如果他忽然不在這個世界上 他的接班人就是會跟他一起 共識20年的那個人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這樣子是可以增加成功機率的 或許第一代領導人結束 會讓這個股價跌下來 然後呢 最終這個接班人的成績單 還是會直接反映在這個股價上 就像蘋果一樣啊 但是不能保證一定每一家公司 它可以都像蘋果的接班這麼成功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第二個投資的理念 股神啊 它是做主動投資的 而我這個頻道是建議被動投資的 是買入然後長期持有 因為我們相信啊 主動投資很有可能 到頭來是一場空 在前景不對的情況下 一旦發現他的投資價值看錯了 就還是要認賠賣出啊 最近他的副手蒙格 他大賣阿里巴巴 就是一個例子 他的投資方式 注定還是要折時去進出啊 那麼身為他的投資人 也就是買他的股票 那是否你也要折時呢 還是要堅持相信股神的名號 就算是輸給大盤 還要不斷的投入自己的資金去擺進嘛 而連股神自己都說過 他極有可能是運氣最好的那一個 事實上細看他的表現 他的那種神級的表現 確實在近年來十幾年 是沒有像以前那麼強 以前是比S&P500強上好幾倍 現在他有時候還會輸他 這就說明了 照理投資功力他會越來越深厚 但是他的軌跡呢 卻就無法證明這一點 投資真的會越研究 然後跡下就會越來越好嘛 從他的身上其實是看不到這一點 所以我想一般人應該也不太可能做到吧 有人說他是因為他的生活選股 著重在一般的民生的經濟 但是剛好這十年來 每股上漲的主力就在科技股啊 那剛好呢 那不是巴菲特的強項嘛 所以他最近才被S&P500打敗 而指數型投資從來不執著這一點 這是股神也奉勸大家 去買低成本的指數型基金 然後乖乖回去工作的根本原因 因為他自己也不確定他自己可以省多久 只是投資是他的興趣 一生專心的置業 他對他的事業 還有對他的股東負責 而對於其他人的投資建議 他從來不願意拿自己的公司當作一個首選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客觀的論點 如果你今天是股神的崇拜者 我覺得這段話應該要聽進去 我認為長期投資的成功與否 常常是跟自己的理念有關 如果每個人的薪水都是一樣的 那最後的財富不一樣 常常都是因為由於不同的投資理念 造成不同的投資行為 最後長期產生不同的投資的結果 我不是說指數化投資就比較厲害 但是他有一套的完整的理念跟行為 產生我認為長期成長的結果 這也就是本頻道不斷的建議 而主動投資、價值投資 連巴菲特也覺得太難 勸人家不要這樣子做 第三個 指數化投資其實就有投資巴菲特 其實他的公司就在S&P500指數裡面 也在美股的指數裡面 這也是他當初發行BRKB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希望可以被納入 事實上如果他的公司表現真的好 在指數的成分就是高 比他更優秀的公司 理應就有比他更高的比例 這一切都是以各個公司的市值來決定 我們可以看到他機構的持有股份 裡面有最常建議的Vanguard集團 跟他的基金基本上是持有了不少 總體佔了10%以上 比較大的基金也持有了3%以上 指數化投資的佈局裡面 不會沒有投資到他 也的確把他的投資能力列入了整體投資的範圍 再加上第4點 過去歷史的資料比較 我這裡用BRK直接和S&P500比較 在一定的時間區隔裡面 但是在不同的時間點 我在不一樣的時間點去買的話 這兩者的差異在這10幾年來 沒有像以前BRK大勝S&P500 有時候他也會輸給S&P500 這代表是股神他現在沒有以前這麼省 除了主動投資要花時間去看 發現他的功力沒有以前強 這是一個事實 你可以說最近美股的大跌 他又勝啦 但是最近的10幾年 他的成績就是沒有以前好 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總結以上 我分析了用BRK來存股的三大原因 跟不要這樣採用的四大原因 存股的三大原因就是 第一個他是股神 而且這個招牌真的是很強大 再加上第二個 他的歷史年化報酬大約是20% 從1965年以來是20% 這真的很不簡單 這讓人對他的價值投資法 感到非常非常的憧憬 如果你非常認同價值投資法 那麼這個第三個理由 價值投資信仰者的最佳利器 自然成為以BRK來存股的最大原因 其實要問的是 那為什麼還要學價值投資呢 就投他就好了 另外我提到了 不要採用這樣的四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股神的年紀 這可能就會影響BRK的前景 第二個投資的理念 主動投資跟被動投資的想法 會貫穿我們一輩子的結果 當你走了主動投資 我就很難想像 你會這麼信仰的警報不放 如果沒有警報 恐怕結果會更差 而且連股神他都建議只速化投資 第三個 指數化投資就是投資巴菲特 說明了事實上 指數化投資是有包含巴菲特 只是沒有全部壓上去 第四個過去的歷史資料比較 這裡不但看到了這十幾年來 他的神話跟S&P500相比 已經沒有比較出色了 似乎告訴我們 投資能力這件事情 跟經驗值沒有絕對的關聯 其實我之前說過的信存者原理 連股神他自己也這樣說自己 可能是那個百年難得幸運的人 事實上的生活規律 根本就不像個世界前十大有錢人 非常的簡單而又一致 似乎他手上的資產再多 或者是變少 根本就不會影響他自己 對於投資事業的熱情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生活態度 去找到自己感動的地方去做 去花心力去耕耘 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股神 他帶給我們的智慧 也是我個人最佩服他的地方 最後談到這裡 我也想問問 你覺得BRK是否值得長期投資呢? 你是覺得A可以投 還是覺得B不可以? 那主要的原因 對你來說又是什麼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想要聊什麼話題 也請讓我知道 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 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的所有影片 我是小飯 我們敲副影片見 掰掰 你看到這裡